今日,百事可乐关心肖战为品牌推广代言人后,消息一出引起全网一大波热潮。 随着广告的投放,代言人肖战再次圈粉无数。 作为娱乐圈的顶流推广,短时间内据说百事可乐的网络店铺被风抢一空,可见肖战粉丝购买量有多足。 可原本只是一次平常的品牌代言,作为老对家可口可乐却为肖战227灰粉, 主动掀起一波辉评,让原本普通的商业代言就此变得不再寻常。 首先是可口可乐在4月1日这天发布了一条微博同时还推出内涵肖战, 乍一看很像愚人节的玩笑话。 当你看到众多网友小编在评论区的留言,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有网友猜测,可口可乐品牌方似乎对于肖战代言百事可乐的事情早已知识, 所以一早就发布这种有利于热议的内容,还刻意在评论区等候, 甚至阴阳怪且跟网友互动。 不得不说,作为老品牌的可口可乐, 利用黑粉在节奏挖坑内涵消斩,引起热议的行为,实在有些不妥。 这么明显的操作,莫不是自己嘴馋眼热, 还是对自家品牌失去了自信。 消息一出,可口可乐官号评论区可谓是为广大黑粉们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。 所有的大黑小黑们,纷纷拿出呲牙咧嘴的德行, 庆祝可口可乐唐人。 这话都不知从何说起, 黑子们的信口词黄还真是一举, 他们声称百事可乐找了个失格艺人来代言, 纯属自卖行为,可口可乐完全唐人。 还说以后自己不会再喝百事可乐, 抵制百事,百事找的艺人让他反感等等一系列的可笑言论。 面对一群不实的造谣黑子们, 肖战粉丝自然也不干事重, 集体冲进可口可乐官号评论区和黑子们正面刚起, 直接把可口可乐官号整判了, 悄然删除微博来平息事顿。 但显然已经为时已晚, 有道是众怒难评, 各路粉丝依旧不依不饶, 甚至开始治愈可口可乐的行为。 直至目前, 这波热语还在持续发酵。 作为老品牌可口可乐, 这回实实在在地给自己找了回麻烦。 说到这件事情, 不管是不是可口可乐, 提前收到最佳消息, 才故意有蓄谋的内涵肖战, 还是无意中挑起事顿, 目前是无法平息这场骁音。 在目前这样特殊的时期, 引发这样没必要的热议, 无疑是乱战用公共资源。 况且据说肖战手中, 有三十多个商业代言, 师德艺人又从何说起来? 如今在娱乐圈的青蟒行动下, 好不容易消停了一阵子。 作为老品牌可口可乐, 却还无辜引发各种粉丝大战, 实在是负面影响太大。 面对疫情的反复无常岌岌可危, 自己的这点子事情又何必拿出来炫耀呢? 既然是老品牌, 有这功夫就应该多发布一些, 传递正能量的内容。 而不是为了自己莫名其妙的私欲, 占用公共资源。 顺便说一下, 可口可乐作为老品牌, 对消费者来说是有情怀和回忆的, 即便是没有热议话题, 喜欢还是会去购买。 相反, 这样乱带节奏超恶度, 只会令忠实的消费者们反感, 反而会被弃之如碧驴, 到头来反倒是得不偿失。 你对这件事情又有怎样的看法呢? 欢迎广大网友积极留言。